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是成为了帮派之间打斗的老地方 有句话说得好 适者生存 作为一个十几岁的花季少女 司徒玉莲没有被吓到 也因为见多了这样的场面 养成了处世不惊的性格 在中学毕业后 司徒玉莲就开始混迹江湖 到了18岁就去赌场讨生活 走到这一步完全就是被生活所迫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和改善生活条件 她不得不这么做 赌场是一个鱼轮混杂的地方 里面什么人都有 正是这样的地方才最需要查验观色 只有这样才不会得罪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 司徒玉莲也是凭借机灵 成功地斩露头角 在圈子里小有名气起来 据说这场子是14K旗下的 她和胡须勇就是在这里认识的 当时的胡须勇 还没有成为14K的大佬 还只是一个岌岌无名的小人物 但在遇到司徒玉莲后 却成为了蓝颜知己 因为两人的出身和境遇都差不多 胡须勇也直接认司徒玉莲为异媚 尽管都还没有什么实力 但这感情却胜似亲兄妹 随着时间的流逝 胡须勇在14K的名气越来越大 每每在行侠之际 她都会去找司徒玉莲 而且司徒玉莲的能力 也是有了显著的提升 事业也是慢慢地提升 再加上胡须勇在14K的地位 司徒玉莲逐渐在江湖中 也是有了一定的名气 做人圆滑的司徒玉莲 并没有依靠胡须勇 硬生生地靠着能力 在江湖中混得风生水起 当胡须勇的实力越来越大 依然成为了14K的大佬之一 她也打算开设赌场 而这些都交给了司徒玉莲打理 不得不说司徒玉莲的能力是非常强 为人豪爽的她身上 也是有一股女中豪杰的气质 只是没有想到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却在男人身上栽了跟头 在司徒玉莲26岁时 有一个富家子弟曾国宇喜欢上了她 并对其展开了猛烈的爱情攻势 本身就处于底层社会的她 面对曾国宇的追求 无疑也是沦陷了 与曾国宇结婚后 司徒玉莲也是隐退 安心地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豪门阔态 在豪门之中 司徒玉莲和曾国宇 也是过上了幸福平淡的日子 短短的几年时间 就为其生下了两男一女 在豪门 生子无疑就是最大的欢喜和立足 而生子频繁的司徒玉莲 也深知这一点 只是没有想到 出身世锦的她 和豪门的观念 有着很大的不同 尽管她很努力 做好一个贤妻良母 但依旧走向了离婚 离开豪门的时候 她来到了32岁 而且她还将三个孩子带出来了 放在身边独自抚养 彼时的江湖 早已不是六年前她所在的那个江湖了 虽说有胡须永在 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边为了养活孩子 她只能重操就业 一边为了躲避夫家 她选择前往了澳门 在澳门 想要进入到赌场 那必须要和鸿燊的点头 毕竟这和香港不一样 已经成为14K的大佬胡须永 只能选择出面 替一妹引荐给赌王何鸿燊 14K不单单在香港 有很多地方都有14K的存在 为了卖胡须永一个面子 便将司徒玉莲安排了下去 而她安排的 也是那种经营不太好的地方 只是为了让其至难而退 这个圈子太复杂了 一个女人想要在其中分一杯羹 那难度不言而喻 接下生意惨淡的场子后 司徒玉莲也明白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好在之前她有丰富的经验 更是有一套自己的手段 接手后便展开了一系列的改动 在她的操作下 生意开始火爆起来 从惨淡一跃成为火热的场子 得知此消息后的何鸿燊 也是被震惊了 毕竟能够做到这一步 是非常不容易的 慢慢的何鸿燊也开始 器重司徒玉莲 逐渐闯出一番天地的司徒玉莲 在圈子内也是有了地位和威望 为了能够让司徒玉莲 更好的发展 也是将一个绰号 接诗尾的人给了司徒玉莲 让其帮衬着一点 只是没有想到 两人竟然坠入到爱河 还结婚了 这个接诗尾也是一个人物 曾经他是杀猪卖猪肉的 而且接诗尾也是同好能给他起的绰号 性格耿直的他在卖猪肉时 因为价格的问题 与一个顾客吵架便发生了冲突 随后接诗尾也是逃往去了菲律宾 偶然的机会下 他也是进入到了圈子中 很快就展露头角 但时间一长他也是选择回到了澳门 投奔了何鸿燊 在何鸿燊的引荐下 司徒玉莲和街市伟宛如株莲闭合 迅速地开拓了一番天地 开疆拓土的同时 两人也是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更是选择结婚 只是没有想到孩子们却不愿意 尽管如此 司徒玉莲仍旧与其结婚了 只是他没有想到 因为他的坚持在后面也是埋下了隐患 1988年 赌王何鸿燊做出改革 澳门普京赌场改变了经营制度 允许大家承包赌厅 双方按照比例分成 这无疑就是一个机会 让不少人都纷纷想要吃上一口蛋糕 司徒玉莲加上街市伟 可谓是强强联手 成为了澳门的一个大佬 现如今的司徒玉莲不再靠着赌王何鸿燊 而是自立门户 成为了中间商 本身这个圈子就非常的乱 为了能够经营稳妥 他们也是招收了很多的迭马仔 慢慢的司徒玉莲的名气越来越大 也有了一个女赌王的称号 本身这就是一块大蛋糕 吃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但能够坚持到最后的 无疑都是大佬人物 在司徒玉莲和街市伟经营下 也是和澳门14K大佬 摩顶屏产生许多摩擦 毕竟利益当头 双方时常发生冲突 注意香港14K和澳门14K并不是一路 14K有很多的分支 所以胡须勇并没有任何的招 再加上澳门也是摩顶屏的地盘 为了能够解决这一麻烦 司徒玉莲也是找到了崩牙居 崩牙居也是14K的一个头目 当时还为了争夺进圈子 与摩顶屏抢夺过 但没有抢赢 甚至还差点被灭了 当司徒玉莲找到崩牙居时 崩牙居也是立即答应了下来 随即在司徒玉莲和崩牙居的联手下 也彻底将摩顶屏赶了下来 让崩牙居坐上了澳门14K的大佬位置 而对于司徒玉莲 崩牙居每每在见到后 都会称之为一句大家姐 在澳门 司徒玉莲这第一女老大的地位 也是逐渐稳固 只是没有想到 是一路高歌的司徒玉莲 却在婚姻上亮起了红灯 因为女强男弱 婚姻也是不长久 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 杰士伟开始偷偷地自己搞了起来 还拉熟客去她的私人厂子 更是花天酒地出轨 而揭露这一切的 竟然是司徒玉莲的儿子 当司徒玉莲发现后 这段婚姻也是随之破灭 在杰士伟离开司徒玉莲后 也是跌落神坛 更是因为司徒玉莲的缘故 不少人都处处针对和为难她 反观司徒玉莲在事业上 也是平步轻云 在澳门赌场的地位 仅次于赌王何鸿燊 赚得盆满钵满 为此她还投资了很多的领域 成立了设计建业集团 集团下有许多公司都已经上市 司徒玉莲的身价也是超百亿 2000年在何鸿燊四泰 梁安琪组织的一个剪彩活动上 司徒玉莲再一次见到了杰士伟 彼时的杰士伟似乎也是大改形象 和之前那个屠夫不一样了 颇有些成功人士的气质 而且当初的事情 她也知道了是儿子的阴谋 所以再度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不管曾经有多少恩怨 但在这一见面 却全释怀了 为了和杰士伟复婚 司徒玉莲也是召开了家庭会议 但没有想到 她的三个子女都不同意 尽管孩子们强烈反对 但为了得到他们的允诺 她更是以信托的方式 将名下的财产 都转到了三个孩子们的名下 2004年 见到杰士伟一度过得落魄 司徒玉莲也是想要拿钱帮助 杰士伟 但财产都已经在子女那里 她只能去找子女 但没有想到吃了闭门羹 无奈之下 她只能以个人的名义 跟儿子打下欠条 拿出了1300万去帮助杰士伟 2005年 在司徒玉莲的生日宴上 三个孩子都没有露面 而且还闹出了乱子 赴宴的人基本上都轻重不一的食物中毒了 经过一番调查发现 这竟然是三个子女设计的 这时他们的母子关系也是降至冰点 只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原来这三个子女在2001年时 就开始将公司的资产搬家挪户 在2006年的时候 司徒玉莲才发现异常 无奈之下的她只能踏上讨要资产的道路 更是一直诉状将三个子女都告上了法庭 走到这一步的司徒玉莲真的是令人唏嘘不已 因为这一系列的事情后 司徒玉莲也是逐渐淡出了 开始退居幕后 毕竟年纪也是到了花甲之年 再继续拼搏也是有点力不从心 从一个贫民窟的小女孩 一步步踏上江湖的大家姐 历经两段婚姻 更是遭遇了子女的背叛 这样的传奇人生和风云往事 又是谁能比的呢 洗净千华属于司徒玉莲的时代已经过了 但她的名字却仍旧是传奇 再继续拼搏